第二的七題 右途為各種運動的分類 老師將等速度運動的圖卡貼在圖中夾以秉金中的一個位置上 則它貼在哪個位置才是正確的判斷 我們知道所謂的等速度運動 就是它必須要大小不變方向也不變 因為速度是一個向量 包含大小及方向 等速度就是速度相同 速度相同必須要包括大小相同方向相同 因為大小一樣所以速率是不會改變的 所以這個速率改變是錯的 所以甲是錯的 乙也是錯的 除了大小不變之外方向也不能改變 所以它說方向會改變 丙也是錯的 所以我們就知道 第二七題的答案呢 我們應該選擇的是釘 也就是說等速度運動必須要速率不變 方向也不變 所以我們二七題答案選珠